哈囉 我是鳳爺 一般來說我們在裝修工程 要開始動工之前 我們習慣性的都會有一個 所謂的開工的儀式 這個開工的儀式 一般我們會做拜地基組的動作 那我們會準備一些 所謂要拜地基組的一些貢品 那接下來我就是會帶大家來看 一般我們在開工的時候 在祭祀地基組要準備什麼樣東西 要注意什麼樣的細節 我們房屋裝修工程 動工拜拜最大的用意 就是要來用一顆真誠的心 來祈求我們工程平安順利 因此我們會提供自己 通俗性的一個拜拜經驗 來供大家做參考 第一 開工拜拜的日子 不用選在跟 實際要開工的日子是同一天 只要在實際要開工的那一天之前 完成就可以了 第二 在農民利上 找一個適合的日子 那通常我們會參考 農民利裡面 適宜動土 或修造的這個日期 就可以拿來作為一個開工的好日子哦 第三 我們習慣在午時 也就是上午11點到下午1點 這個時間點來做基拜 第四 但是祭拜的方位的部分說法很多 通常我們都是朝著 廚房的方位 然後朝屋內來做祭拜的 接下來我就來跟大家說明 並介紹拜拜要準備的物品 那我們要在開始祭拜之前呢 先跟大家來稍微介紹一下 一般我們在開工的時候 祭拜第一組會準備哪一些東西 第一個我們會準備三果的部分 三種水果 那一般來講我們會準備 鳳梨蘋果還有橘子的部分 那這個石節剛好沒有橘子 我們就用這個水蜜桃來代替 那每一個都有含義的哦 鳳梨的部分就表示就是旺嘛 未來我們讓屋主 入住這個房子的時候 會越來越興旺的藝術 那蘋果的話代表是平安 那再來的橘子的話就是大吉大利 所以這些都是有含義的 那再來的話我們會準備一個 地基組最喜歡吃的雞腿便當 那雞腿要記住不要切又要整隻的 越大隻越漂亮越好 然後還有我們現在最喜歡拜的就是乖乖 這乖乖的用意啊 跟我們放在電腦旁邊 讓電腦運作順暢的意思是一樣的 這也是有含義的 那再來的話我們會準備 就是地基組專用的一個 拜拜的一個金子 那再來的話 這個鐵錘 就是待會我們要做這個開工 敲除的這個部分的一個儀式 要使用的 啊可以的話我們就是在鐵錘的這邊 貼一個紅紙 那再來的話就是小桌子 你有沒有看到我尊那麼低 因為地基組的身高就跟我差不多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準備一個小桌子 來祭祀它 這個部分才會讓它 在取用這些貢品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喔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一般 在開工祭祀上會準備的一些貢品 那待會我們就是 會來開始做一個祭拜的動作這樣子 今天好事好人喔 要來把鐵錘祖這裡參拜 我們我們現在這個 我們在鐵錘祖 要做一個擔工 把地基組做一個稟報 希望鐵錘祖 祝比我們未來擔工的時候 和時間的過程中 可以平安 正式 讓未來這個祖廊家來擔工的時候 可以平安 今天我們有準備這個 鐵錘祖 和這個青果 和這個金紙 的部分 來把鐵錘祖來參拜 我們等到香燒到三分之一左右的時候 就可以來詢問地基組 是否享用完成 接著就可以準備來燒金子了 鐵錘祖喔 我們等著要在門口 這裡發金紙 這裡請你來這裡 命中金紙 燒金子的過程 盡量能使用金筒 如果沒有金筒 就要注意周邊焚燒的安全性 當金子焚燒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鐵錘 來去做一個開工的儀式 那這個儀式只是一種形式 我們利用鐵錘 在牆硬的四周 或門框的四周 做橋打的動作 就可以了 最後 預祝我們的工程 能夠平安順利 感謝各位朋友 能夠看到影片的最後 也祝福大家 我們下一集見囉 掰掰